在过年期间呢现在传出超时工作的情形 台中一家亮饭店的店员就向媒体来投诉 说规定呢在除夕前三天是禁止休假的 这员工他从小年夜晚上就开始上班 上了隔天除夕校才能够休息 他整整上了有19个小时 简直都爆肝了 不过业者表示说这是员工私底下换班的行为 未来他们会加强管理 亮饭店春节不打烊 连带员工也得牺牲年假 服务上门的消费者 忙着上架补货 另一头也赶紧把货架上的商品整理摆好 但就是台中这家连锁大卖厂 有员工出面投诉 过年期间超时工作 所以大夜接早班 然后早班就接到下午六点 那应该是不行的19个小时 亮饭店员工表示 类似的状况他知道的就有三个人都是这样 原因就在于公司规定 出席前三天为了因应大批采买年货的消费量 全面进修 而其中就有人最夸张 从小年夜晚上11点开始上大夜班 没有休息连上19个小时 那我们台的话 其实这样是有 我觉得是违反那个老几发的 同人之间相互体谅 而做了一些私下调班的动作 那其实我们是非常感谢这些同人的付出 但是我们还是会以公司规定 追究相关主管的责任 业者表示会出现有员工超时工作 主要就是因为私自调班造成的 劳工局也将进行了解 员工超时工作辛苦加班 无非就是要让每个消费者 在大过年期间都能上门顺利采买 中天新闻料理 台中报道